新人紀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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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今天聽過了嗎? 我是Kennigy 為什麼現在這麼high呢? 因為等一下可能 就不會這麼high了 所以我先跟大家拜個年 新年快樂 然後今天那 要介紹這首歌 是我自己呢 帶著私心 再一次的介紹愛良這次的新專輯中 垂直或者水平流連者的其中 我第三喜歡的歌 叫做給朱莉安 為什麼是第三名呢 第一名是萊特兄弟有罪 然後第二名是Forever Young 我自己沒有打算翻萊特兄弟有罪 是因為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距離縮短而導致 愛情變得廉價 在我看來是有一點點的牽強 然後我覺得 萊特兄弟有點無辜的感覺 但他還是我的第一名 他依然是我的第一名 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聽 萊特兄弟有罪 只是我覺得 給朱莉安比較 更值得也更有意思 讓我來跟大家討論 然後分享翻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就是在給失戀中的人的歌 可能是剛失戀沒多久的人 然後我必須得先說 沒有失戀過的人 你可能會 聽不太懂 我剛剛的語氣是不是有點太前奏 但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每個人呢 都要對任何的事情都要有一個位於籌謀的概念 阿琳也有唱過啊 原來分手是需要練習的 對不對 我們就是在這首歌先看一下 你以後可能會遇到的任何的狀況 然後你在結束這段感情之後 你可能會做的事情 跟你可能會面臨到的情緒的變換 這首歌都唱給你聽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首歌就是在講失戀過後 會遇到的種種的狀況跟情緒上的轉折 而我自己會想要拿這首歌來跟大家討論 是因為這首歌讓我想起我大三的時候 那一年也是結束了一段感情 然後在分手過後的不知道 我忘記第幾天了 我的學校跟家裡騎車的車程大概要40分鐘到50分鐘 在那40幾分鐘的路程當中呢 我的全照安全帽裡面大概就是一個戲弧 就是哭到不行 就是我那時候聽的歌叫做 我自己騎車有一邊聽耳機的習慣 當然不會兩邊都聽啦 因為太危險了 然後那一次我在聽的那首歌叫做 流明香的《從醒者到願意睡著》 我大概就是聽紅綠燈的時候憋著哭 然後綠燈的時候是好倒大哭 我之後想起來覺得好像有點那麼的危險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種憋不住的情感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這首歌就讓我又想到 那個時候的自己在處理一段感情結束之後 我怎麼樣來控制我的情緒 或者是我的情緒是怎麼樣子的轉變 讓我又再想起來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 我自己是認為 每一個人在分手之後都會經歷一段過程 每個人的長短不一樣 它是在尋找自己跟不停的丟任何的問號 給自己的一段時間 這個問號舉凡 為什麼 怎麼會 是不是 為什麼會分手啊 為什麼留不住他啊 是不是我不夠好 還是這個人是不是不適合我 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疑問會在這段期間內 不停不停的重複的發生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這樣子的期間 可是我大概只有半天吧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荒唐 你說你只有思考半天 然後你哭成這樣子 我自己對感情是還蠻豁達的 因為如果你的男女朋友跟你說他不愛了 他沒有感覺了 我自己會非常嚴肅的問他 你認真的這樣子想嗎 我自己是可以去知道那個程度在哪裡 就是你能不能挽回這段感情 或者是你們的感情 有沒有辦法再持續的加溫 是你自己會有感覺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放手吧 因為我當初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沒有任何機會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再留住呢 我寧願提早結束 也不想要等到這一段感情 磨到任何一丁點的東西 都消失殆盡了才結束 這是我不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寧願把它提早結束掉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他第一段就講得非常明顯 對啊 就是 但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會這樣子 就是在分手過後 然後就把自己擺爛 然後讓自己發霉浮臭 但是這是他控制不了的 因為那是一個心裡 某一塊突然空掉的感覺 那是一個非常無助腳踩不到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不能怪任何人 因為他的重心 有一天突然消失的時候 那是非常手足無措的 然後後面真的會有某些人 在分手過後 會開始暴飲暴食 然後情緒起伏非常非常的大 對任何事情一下突然非常有興趣 一下又很像死人一樣 我覺得對於當下的那個人來說 他是沒有任何自治跟自主能力的 你如果以前沒有這樣子的經歷的話 對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的人 可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然後他再來講到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邏輯 這是一個人的求生意志 他在黑暗中只要看到一絲陽光 他都會循著那個陽光 努力地讓自己離開這裡 所以他會到處地去尋求任何的幫助 不管是家人、朋友 甚至歌詞裡面講到的籤詩 這都是一個求生的行為 因為你深陷一個困境當中 你要找到任何可以幫你解套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段話也非常的有感覺 那是一個對自己在結束這段感情之後的一個 最大最大的期許 就是要趕快脫離這樣子的生活 跟脫離這樣子的情緒 然後後面 我覺得這歌寫得非常好 是他從前面的情緒到會做的事情 然後到最後 他還是離不開的那種感覺 他都寫出來了 我在聽完這首歌的時候 我的想法其實不只有失戀跟分手 他可能也有另外一個情況的發生是 他的前男女朋友突然間死掉了 因為對我自己來說 不管是你是被分手的 你是因為有第三者的 或者是你們的感情到了一個終點了 那些都是一個高低起伏到最後平白的狀況 所以結束掉這段感情 會有像歌詞裡面 我停留在你的天堂回不來的這個狀況 就是你們在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完美 然後夢幻兩個人最開心的時候 這段感情瞬間結束了 我覺得只有這種狀況 才會讓一個人怎麼樣都離不開 以前那一段美好的時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自己很難想像的 其實我的前一段感情分手 也沒有太大的蛛絲馬跡可以尋找 對我來說它還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況之下 結束掉的感情 但是我還是走過來啦 到現在我還是過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自己覺得沒有走不掉的感情 跟沒有走不掉的悲傷 所以我覺得在螢幕前面的你 電腦前面的你 手機前面的你 如果你今天是正在失戀的人 要記得不要害怕 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去習慣他想哭就哭 讓自己建立一點點的堅強了 就去走那些你們曾經走過的路 每走一次就會又釋懷一次 然後走著走著 我覺得有一天 你可能會跟另外一個新的人 在同一個地方創造一個新的回憶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過去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跟著走的話 那就讓它留在過去 你可以在未來的某一天 想起來你曾經那麼快樂過 或者是那麼的愛一個人過 但是如果它是一段 已經走到終點的感情 那就把它留在那個時候吧 所以我自己覺得分手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因為它總會過去的 而且我覺得這首歌最後那幾句話 真的真的非常的好 這就是一個最好向前走的想法 如果你還知道我們曾經這麼快樂過的話 那就請你好好保留著 因為我一定也會好好保留著 然後去面對我的未來 我想新年新希望好不好 還沒有交男女朋友的人 你就許個 今年我一定會找到我的另外一半 剛結束一段感情的人 順其自然 我有一天一定會找到我的另外一半 所以這首歌我覺得 還蠻適合帶給大家 在全新的一年中 我覺得一個時間的結束 代表一個時間即將要開始 它是一個很無限量 然後非常陽光光明的 所以新的一年 這首歌介紹給大家 也分享給大家 來自艾良在她的新專輯中 垂直或者水瓶盧鏈子的 其中一首歌曲給朱莉安 See you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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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